接着回答火训财经第三问 这个韭菜庄园有什么规划 其实也没啥规划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的家 我呢就在这里住着 在这里把孩子们养大 因为我们这个家那个门口就是学校 孩子们走路就可以上 就是这边的学校的学分还挺高的 九分以上 所以说学校是好学校 这个学区也是好的学区 那我在这里想法很简单 跟我老婆养养 孩子大女儿果果 二女儿朵朵 三女儿花花 来了美国了 那个也这个刚开始来 无依无靠的 所以呢有点寂寞 所以跟大家说我住在哪里 大家有空来找我玩 没想到国内来这么多朋友啊 这个很是欣慰啊 呃本来是就想暖房搞搞搞一搞 结果的越暖越越暖 越来越暖啊 呃后来发现 其实我跟我们我们家去 我们家全家呢就住在呃这边的这个 这两个房子 你看我的手势指一下 这是我的卧室啊 呃这是我孩子的卧室 我们只住这两间就够了 呃其他的房间我们都用不着 还有还有十几个十几个房间 能住二十来十来个人 接近二十个人 呃这个房子有点多 住不就是这个太空了 所以说兄弟们如果来美国来的 就是找我来呃带上老婆孩子 是吧 带上老婆孩子度个假 你们今年暑假的时候 你们可以呃来带老婆孩子来度假来啊 其实美国做ICO的挺多的 在这美国建了都至少这个 呃听说的要呃做ICO的五百个 我自己也建了一百个了啊 呃项目挺多 所以说这个很多项目方呢 又听说我这边 昨天来了一群老外啊 老外呢 就是听说这边很热闹 都是B圈的人 都是中国的这个资本啊 都是中国的一个这个B圈的 这个呃就是孟长军吧啊 美国也有孟长军 这边就这边我做一个B圈孟长军 给大家煮碗面吃啊 呃没事聚一聚聊一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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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聊这个B圈的事 然后呢呃去学习啊 我就是通过给别人讲课的方式去学习 其实就是听别人讲课 学会了 然后呢呃 昨天来的人给我讲的 今天呃我就学会了 我今天就向更多的人再讲一遍啊 比方说昨天知道了这个美国的慈善基金是怎么运作的 啊 我就知道了这个美国人为什么去那么多人捐钱 啊 因为他这个每年收税收30% 呃在加州啊 你比方说你赚了100万 你要交30万美金的税 你交30万美金的税 这个 这个这个很恐怖 是吧 很多人就我就那我就宁肯去慈善基金 我自己去捐15万 嘛 我捐了15万美金的税 以后呢 那个呃 这个这个我的公司也跟着我一起捐15万 我们一起捐38美金捐给一个慈善基金啊 这样的话我的我就不用交交税了 我的交税的部分就等于是我自己可以把我交的税金部分 决定于捐哪个慈善机构 于是美国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啊 也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呃这个人捐钱 就是因为美国的税收制度决定的啊 所以扎克伯格捐了多少多少钱 呃 比尔盖茨捐了多少捐了多少钱 其实他们的捐的钱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慈善机构 然后呢 呃 然后自己的慈善机构又用这些钱去做慈善 因为他反正是交税 于是呢 就还不如全捐了呢 啊 他是这种思路 呃 这个来了美国以后才认识到 所以我们也要在美国用美国合法的合规的方式 去搞慈善啊 币圈这么多人都想做慈善 那就把大家的钱捐到此一个合法的慈善基金里面去 然后呢 用于慈善实业啊 这就是我这个有了钱以后最想干的事情啊 就是做点好事 做点慈善啊